2024台湾大选 中共透过各种方式企图借选 甚至在大选四天前发射卫星火箭 飞越台湾南部上空 国家级警报大响 让从美国来到台湾官选的时事评论员李大宇 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中共借选施压 但他强调台湾民众要更清晰的认知 不要被中共这种恐吓的假象所欺骗 台湾的背后是美国日本等等 更多的这样的民主体制的力挺 他们不可能治台湾于不顾 所以说中共绝不敢轻举妄动 他的这些借选的行动 那么就是想恐吓台湾人民 叫台湾人民对他有一种惧怕 从而让内部混乱 台湾人民内斗对他来讲是安全的 如果台湾人民很团结很安定 那中共对他来说他不安 李大宇强调台湾各党互相攻击 对中共来讲他就可以混水摸鱼 中共不断的文攻武吓就是要做到这一点 对于台湾很多年轻人 在使用抖音海外版TikTok 李大宇也做出呼吁 台湾大选结果出炉 对未来两岸与台美关系走向 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说 这次美国表态非常清楚 等到选举结果出来之后 美国马上会派一个两党的代表团 来到台湾 到台湾之后的话 我觉得会传达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 就是要求台海两岸为是现状 不要发生任何的意外 这个是全世界不可承受之重 新唐亚太电视曾一豪 李晶晶 姚汉宇 台北采访报导 凡不承受 这次美国火箱